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一周经济回顾节目 我是东方 根据北京最新公布的官方经济数据 在疫情下 中国的贫富差距在加大 大城市高收入阶层工作稳定 股票等资产投资建长 农村的好几亿人口就是另一番景象 失业收入下降 也缺少社会保障制度 这一点跟许多发达国家类似 经济复苏呈现K字形 虽然官方媒体报道上看不到社会有混乱现象 但贫富扎据 可是悬挂在中共头上的达摩克里斯界 除了容易出现动荡之外 中国的内需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农村低收入人口的支持 11 黄金周长假期旅游生意比去年同期下跌30个百分点 奢侈品销售不错 但家具送餐的生意就不行 根据今年 估计今年中国零售额会下跌 低收入人口内需不足将形成恶性循环 低收入人群消费下降 生意不好做造成进一步失业和收入下降内需更加不足 如此恶性循环下去将对中国经济造成永久性的创伤 今天中共的执政基础就在于发展经济 提高生活水平 虽然经济改革让几亿人摆脱了贫困 但因为官僚资本垄断资源造成中国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 2013年的时候 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贫富不均的国家了 根据2015年北大的一份调查报告 百分之一的富人占据了全中国三分之一的财富 而最底层的四分之一的人口只占有全中国财富的百分之一 中国人不换贫只换不均 中共也正是担心这一点 习近平上台后把缩小贫富差距作为主要的政策 打击贪污 但收效并不显著 许多富人隐瞒财产造成账面上的贫富差距的缩小 5月份的时候 总理李克强说 中国有6亿人口月收入就1000人民币 根据Gavico Research分析师的估计 中国底层60%的民众 今年上半年一共损失了1兆3500亿人民币 根据北京的官方数据 中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4.9% 中共的经济数据不能认真对待 中共的经济数字不成问题 因为所有的资源都掌握在中共手里 实在不行了 就印钞票 世界上没有哪个市场经济体可以事先制定五年发展计划 可以事先制定每年经济发展 每年GDP增长百分比的 因此中国经济增长数字不是关键 关键的是怎样培养出灵活的 更具有生命力的真正的经济增长动力 一个根植于市场需求更具有创造力更高效的经济模式 要不然就已经走到死胡同了 但一场中共肺炎让中国无法掉头一条道走到黑 因为要朝内循环的方向改革 必须重新配置资源 把本来投放到臃肿低效的国营企业的资源 转到民营企业 与此同时也要把房地产泡沫的空气放掉一些充实投资市场 为民营企业提供急需的资金 你想要剥夺国营企业的资源 要把房价降下来多么的难 突然遭遇中共肺炎 更不敢这么做 所以中共改变了主意 上个月开始强调民营企业要跟党的利益站在一起 说白了就是继续把资源调配到国营企业 继续扼杀有生命力的民营企业 就像一个人一样 应该是富有生命力的细胞 代替老旧的细胞 身体才会健康 中共的模式正好反过来 扼杀有活力的新细胞 为老细胞延续生命 这样的人能活多久呢 这是今天的开场白 星期三参议院就推特掩盖拜登电脑硬盘门的事 进行听证一度相当火爆 下面请看本台记者雪莉的报道 小拜登电脑硬盘门事件 高科技大公司掩盖压制的做法 在美国朝野引起愤怒 尤其是引起了保守派的愤怒 星期三参议院商业科学和交通委员会召开听证 推特 脸书 谷歌都到国会接受议员的质问 但是两党参议院在如何处理高科技大公司 问题的立场上相左 也就是在通讯规范法230条例的改革上有分歧 这项条例是让高科技公司 不会因为用户在他们的平台上 有不当的言论而被控告 听证会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之后 两党参议员互相之间就争吵了起来 比如德州参议员特鲁兹就严此发问 但是民主党参议员就轻描淡写 认为现在的听证是场闹剧 北约会资深民主党参议员马利亚·肯德威尔 抱怨说要听证也应该到1月份再听证 也就是大选之后 下届政府的时候再听证 现在听证也不可能在年底前立法 刚开始的时候肯德威尔甚至反对召开听证会 后来他改变立场欢迎就230条例辩论 推特总经理多西辩解说 如果修改了230条例 就会严重伤害网民在互联网的言论 谷歌总经理批柴也详调说 谷歌没有政治倾向 还说如果有倾向的话会伤害到公司的利益 在听证会上 有一段时间连不上脸书的总经理扎克伯格 后来他出现了 他解释说网络连接出了点问题 扎克伯格表态支持修改法律 但是他也警告说 如果高科技公司不再受到法律的保护 今后可能会更加频繁严格的审查通讯内容 在美国出版商就是要对出版内容负责的 三家大公司总裁同意 如果高科技公司像出版商那样的话 的确要为内容负责 川普总统多次抨击高科技公司 牵制保守派言论 有明显的政治倾向 必须制止 司法部星期二向国会预言发信 要求国会迅速采取行动改革立法 纽约邮报披露拜登家族贪污的报道被掩盖 更是加速了这一提案的紧要性 就是拜登也表态要修正法案 除了美国 欧盟执行委员会也在起草数字服务法案 除了遏制垄断 也会叫网络平台公司 为不当的犯罪言论负责 我是雪莉 新唐电视台 美国首都华盛顿DC报道 星期二法国内政部长发话说 土耳其不要干预法国内政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呼吁抵制法国 或还抨击法国总统马克龙 推行反伊斯兰政策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10月16日 一名来自车臣的穆斯林 砍杀了一位教师 因为这位教师在上课的时候 展示了一幅穆罕默德的卡通漫画 引发法国人上街抗议示威 维护言论自由 展示更多的穆罕默德的卡通漫画 总统马克龙跟法国穆斯林团体 代表会面 强调要打击伊斯兰分离分子 不然的话 激进分子将占领 所有法国的穆斯林社区 法国劳工部长也强调说 法国不会因为有抵制 就认输 法国是最多的欧洲国家 由于确诊人数攀升 星期三德国宣布再次封锁经济 酒吧餐厅 电影院体育馆展销会停摆 持续一个月 封锁程度跟今年春天的类似 法国也是一样 投资市场温风下跌 虽然学校继续开学上课 但公共场所像是酒吧餐厅 这个周末前开始就不得营业 确诊人数在西班牙 法国 德国 俄国 波兰 保加利亚 开始攀升 英国观察者报纸刊登文章说 英国首相强森在等待美国总统大选结果 然后再决定英国脱欧谈判的进展 当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强森一口否决 两个问题是完全不同的 但只要在EU战争 我们的朋友和朋友和伙伴 那是 他们回来的 我愉快说 我们来说 9月份美国新屋销售意外下跌 但美国地产市场的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 这跟有史以来最低的利率很有关系 商业部报告说 9月份新屋销售下跌了3.5个百分点 出售了95万9千套住宅 8月份的销售数字也下调了 本来是100多万套 调整后降到99万4千套 在这之前 经济学家预期9月份销售数字会上涨 接近3个百分点 下面请看一周股市行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朝野政见分歧 想必很多夫妻之间也是政见分歧 怎么办 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 我将和凤萍女士讨论这个话题 接下来和更多节目 敬请继续收看 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生活在美国有两个禁忌话题 一个是政治 一个是宗教 在朋友聚会或者同事之间 最好不要提 很容易闹得不痛快 美国朝野政治对立越来越明显 几乎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 如果家人之间 两口子之间 政见不同怎么办 明明知道对方跟自己的想法相反 又要和睦共处 凤萍 虽然是一家人 好像政见不同也是个敏感话题 为什么会这么严重呢 因为政见不同呢 折射出来的是更深层的心理状态 牵扯到的是意识形态 牵扯到的是对外部世界的认知 人总是有这样的期望 期望自己的配偶 跟自己是一样的 谈问题的角度 分析 还有判断 都是一样的才好 但实际上 这样的情况却很少 我觉得 越是亲近的人 如果政见不同的话 矛盾会越大 如果夫妻之间 谈论政治话题 会吵起来的话 还是回避的为好 如果是能够心平气和的讨论 嗓门就不会越来越大 关键是我们要学会听 听听对方的想法 而不是一味的强调 自己的观点是对的 假使一味的要说服对方 对方说的再没有道理 我们也不要动气 嘴是长在人家的脑袋上 怎么说是人家的事 但是耳朵却长在自己的脑袋上 怎么听是自己说了算 千万不要因为政见不同而翻脸 那样对谁都没有好处 夫妻之间是有一定的了解 什么样的话题容易引起矛盾 能避免就避免 如果是对方挑起的 就要跟你在政见上辩论呢 一定要沉住气 不要被带动 如果对方来者不善 你可以这么说 说这个话题再说下去 没什么好的结果 我们还是不要为这样的事 吵架了 彼此伤了感情 我想这么做的话 他一定会感谢你 有没有可能好好地说 把对方说服了 转变过来跟自己的政见一样 岂不更好 千万别这么做 人呢 自己是会改变想法的 不会是因为你逼着他改变的 如果你强调你的想法是对的 证明他的想法是错的 你不但不能改变他 还会激怒他 我觉得呢 你最好还是别指望改变对方的政治观点 如果他坚持要跟你辩论 你可以这么说 说这个问题呢 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看 可以有不同的解读 然后呢 赶紧转移话题 毕竟呢 两个人要生活在一起 要保持和谐的关系 而不是争个谁对谁错 如果配偶跟自己政见不同 心里总是不痛快的 怎么办 这个呢 可没什么办法 时不时的呢 你肯定会觉得不痛快 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呢 就会是这样的 中国古话说 求同存异 多看看对方好的一面 不要老想着跟自己过不去的地方 毕竟是两投资 心胸呢 放的宽大一些 退一步海阔天空 有的人认为 退让是软弱的表现 其实不然 知道退让 做到退让 这是智慧 这是礼节 政见不同呢 没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 能不能同端共苦 能不能愉快地生活在一起 嗯 有道理 还有比政治更重要的东西 谢谢奉平 罗纪公司因为疫情生意火爆 电动快艇马力大又环保 还有环球90秒 接下来还有更多节目 敬请继续收看 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观众朋友您好 非常感谢您继续收看 一周经济回顾 我是东方 Logitech International 罗纪公司业务大增 因为在疫情中 能在家上班的就在家上班 罗纪公司生产的键盘鼠标 摄影头都卖到脱销的地步 上个季度公司销售业绩猛增75个百分点 管理层上调了盈利预期 星期二的时候 总经理戴若特鲁说 本来在家上班网络体育竞赛就成了气候 疫情加快了这一步伐 就是疫情过后 这一趋势也不会减缓 现在消费者什么都买 摄像头 视频 电话软件 游戏设备 像是赛车 方向盘等等 疫情过后 很多公司也会允许 一部分员工继续在家上班 我认为这一步伐 消费者不单单 单单是购买新设备 原有的设备也需要更新 因为很多旧有的设备 是零时用用的 现在要整天在家 跟坐在办公室那样 原有的设备就不行了 因此在可以预见的将来 逻辑公司的生意都会好得很 美国将在马尔地夫建大使馆 华府商家防暴乱未雨绸编 荷兰博物馆纳粹用品被盗 新加坡飞机禁飞 但飞机餐有供应还挺贵 环球90秒90秒环球新闻 马尔蒂夫 美国国务卿蓬佩欧这个星期访问马尔蒂夫跟总统萨利会面 蓬佩欧在记者会上说 北京非法占有马尔蒂夫的领土 给当地带来无法无天的混乱 美国还将在马尔蒂夫开设大使馆 这可是第一次 近年来美国军舰定期在马尔蒂夫港口停靠 这里是华府 地处白宫附近的大街 不少商家在橱窗外面装木板 他们害怕下星期大选之后出现暴乱 美国各地已经开始早期投票 已经有7500万人投了票 这已经是四年前投票人数的六成了 预计今年的大选是百年来投票率最高的一次 荷兰 一家二战薄木馆被人破门而入 纳粹军官的钢盔军帽望远镜降落伞 配刀武器制服被盗 价值150万欧元 这已经是第二次了 上一次发生在八月份 窃贼看来是有备而来 而且是根据需求行窃 收藏家需要什么就偷什么 新加坡 为了防疫 航班停飞弹飞机餐还是可以享受的 上周末好几百人蜂拥到A380巨无霸客机上享用飞机餐 经济舱的飞机餐在40美元左右 而头等舱的飞机餐一套得480美元 一共有两架飞机被用来做临时餐厅 就营业两个周末的时间 画面上的是一艘快艇 但你可不知道吧 这是一艘电动快艇 是坎德拉7号公司研发制造的电动快艇 速度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快艇船舱会浮出水面 好水翼滑行 最高时速达到每小时55公里 因为船身浮出了水面 不会受到波浪的击打 就像在平地上开车一样 不会晕船 也正因为浮出水面阻力大大减小 所以也很节约能源 能节约80%的动力 一次充电能跑90公里 船身的材料是碳纤维 内存一部电脑 自动调整船翼的位置 每秒钟可以调整100次 确保快艇的稳定和震动 这种技术只有在战斗机上才配备 电动快艇以前旧有 但不能浮出水面 很费电 开不远 也不快 因为电池沉重 如果太大 就会影响速度和距离 而船翼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9月初 这条电动艇 在瑞士的卢塞恩湖 第一次亮相 去年他们已经卖出去16条船 现在订购的 要到明年才能交货 价格在25万欧元左右 观众朋友们 这一次的一周经济回顾节目 就播送到这里 谢谢您的支持和收看 如果您有反馈和看法 请在视频下方留言 或者请记电子邮件 werntd at gmail.com 我是东方 咱们下次节目时间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